女排22岁新星重返国家队,未来可期,或可助郎平解决一大心病。 伴随着女排联赛八强战的结束,今年的半决赛将在2月12日全面开打,而在12日的前两天就是国家队首期集训会合的时间。 除了部分将要参加四强的比赛,以及休息的球员,依然有八位球员要率先归队参加训练。 由此可见,排协队于今年的集训也是相当重视,毕竟国家队要参加世界杯、试联赛和奥运赛等多项重磅赛事,所以参加集训的球员势必也是联赛中拔鲜的选手。 其中最吸引人注意的,当属蔡雅倩、倪非凡和杜青青这些新人,她们的入选其实让人有些意外。 尤其是22岁的杜青青,自从2017入选过国家队集训名单后,杜青青便沦为了边缘球员,并且被郎平退回到地方球队。 随后杜青青青的名字便逐渐被淡忘,直到本赛季她又重新展现自我,还获得郎平的赏识入选了首期集训名单。 而杜青青的到来,或许可以解决郎平的一大心病,那便是接应位置的短板。 自从李约奥运会之后,曾春蕾的年龄不断增长,杨芳旭又受到伤病的严重影响濒临退役。 唯有首强弓弱的弓强于单起大任,所以接应这个位置已然是郎平最重视的问题,如今选拔杜青青即使也是出于改善接应软肋而实施的。 在今年的联赛中,杜青青被改造后彻底重获新生,她打出了出色的进攻实力。 而且杜青青的一场防守也相当出众,攻守兼备的她未来可期,毕竟杜青青下三路的功夫,以及基本功都挺扎实。 只不过在进攻效率方面,杜青青其实还是不如攻降雨,但她依然有很大的上升空间。 因此杜青青青此番入选国家队,或许也能帮助郎平解决问题,期待她能带来更多惊喜。